第一人品很差的网红 方丈一身浑身 一口粗话 在网络上直播 传递负能量 让很多位成员人学坏跟踪 炫富是他的本事 最后因为影响太大 被中央新闻冒道 现在也是不能直播 到每天打广告来过生活 第二人品 很差的网红 二驴 在他非常受网友欢迎之前 他也被评为最天才网红之一 但由于他的一些霸权行为 和网组男干账的事情 他的人品受到了质疑 口口相传 也急剧下跌 第三人品很差的网红 刘大美人 他在网红圈子人缘也不错 但网上名声很差 他曾经侮辱机场工作人员 那事情被新闻冒道 他受到了社区的余误 现在已经不再快手直播 回外外做一解去了 因为快手的一解意图 第四人品很差的网红 百万新光丁老尔 是一个网上的土豪大哥 给各大主播说礼物 因在快手上销费两千多万而出名 本应该受人尊重的 但使他口无遮拦的报道 一些假的事情来炒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odeledoure without any